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隆市政府如何组成 谢国良表示局处首长初步 已经有名单了 副市长人选不限国民党籍人士 他也开出三个条件 积极寻找合适人选 希望能够和他有互补作用 一看到基隆市长当选的谢国良 民众开心的要求合照 一到早谢国良就到基隆火车站南站 向通勤民众谢票表达感谢 谢国良也首度就新基隆市政府筹组进度 提出说明表示 小内阁已经触步有名单了 有 有名单了 最近我陆续的跟一些人选 都在会面都在讨论 大家都知道小爱爸爸国良想要关怀弱势 所以我们推动的一些相关的局处首长 一定要有一些这方面的专业跟同理心 那也要有爱心 那招商引资是非常的重要 引进产业是重中之重 所以也要有一些足够的商业理解能力 以及商业关系网络跟人脉 然后再来我也希望在都市计划都市规划的部分 因为基隆希望市融能够更大幅的改变 然后希望我们有更好的建设 所以在都市计划方面 我们也很期待能够找到适合专业 而且可以帮助到基隆的这些专业的人才 至于副市长人选 谢国良开出三项条件积极寻找合适人选 不限国民党人士希望能和他有互补作用 我希望能够有些互补 然后我希望这个也不见得一定非得是国民党的 那我也希望说大家的工作默契 一定要能够契合 大家可以攜手打拼 我觉得这几个原则都蛮重要的 至于是否延览基隆市长林又昌团队留任 谢国良也做出回应 我觉得是不是政务或者是林市长的人马 或者是说只是优秀的公务人员 我觉得我不会太分得很清楚 主要是第一个 大家要有共同为基隆打拼的理念 这样子 那我也了解到有一些政务人员会随着他同进退 这个也是我所理解的 那如果是会随着他同进退的那些同仁 我也不会予以强留 谢国良随后赶到七路车站 与武党籍市议员张耿辉合体 向通勤民众鞠躬谢票 对于外传某些局处首长人选 可能是为连任成功的议员 谢国良表示很多议员都是伙伴 不会把他们留在战场上 会和他们继续打拼 我们这些议员都是我们的团队 而且他们都是有丰富的经验 我主要是着眼在他们是有着丰富的经验 像你刚刚讲的庄荣金议员 多届的议员 而且又是审查会主席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能够跟他请教 那有机会的话 我也希望能够争取他 为市民朋友多做一些事情 谢国良希望相关的局处首长 一定要有专业人力及同理心 希望一起为基隆未来打拼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国民党虽然在基隆市长选举赢得胜选 但是在基隆市议会议员席次上 却减少三席胜13席 反观民进党选得好增加到12席 因此接下来最重要的基隆市议会 正副议长选举 双方面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国民党现任议长蔡旺莲喊搭配 不过副议长林佩祥却表示尊重 可见压力之大外 人选似乎还在整合当中 国民党虽然在基隆市长选举赢得胜选 但是在基隆市议会议员席次上 却减少三席胜13席 反观民进党选得好增加到12席 因此接下来最重要的基隆市议会 新一届正副议长选举 双方面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国民党现任议长蔡旺莲表示 将会搭配副议长林佩祥继续共同角逐 这一次的选举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新旧的更动 那不会演的 这一次我们民进党也有很多议员当选 习次蛮多的 是历来所警戒的一次 那当然我跟佩祥还是依旧会保持这份热忱 继续扩大我对于我们整个大基隆的整个发展 跟未来继续给予监督市政 然后来配合市政 达到我们大家共荣的这个目的 所以我一定还会再找我们副议长林佩祥一起 在争取我们更多的议员来给予我们的支持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不过副议长林佩祥表示尊重之外 却也喊出输不起没有分裂的本钱 可见压力之大外人选似乎还在整合中 我跟蔡议长搭配了四年 那这四年之间我都一向尊重议长 那目前我也是继续尊重我们蔡议长 而如果要问我自己个人的意见的话 第一个 我认为因为这次我们国民党这次的选情 没有预袭的有利 所以说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 我们只能推出一组人马 而我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国民党的好朋友 忽略 这次国民党输不起 这是议会的政府议长选举 国民党绝对输不起 好不容易我们把市政府拿回来了 那我们正准备好好做一番作为 那如果市议会失守的话 那对于本党在基隆的执政 甚至基隆未来建设发展 这八年之间会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这是我自个人的看法 由于机动市议会总共31席 新一届议员中亲民党有两席 五党籍四席 虽然国民两党各自有友好 党有支持 但是除了政治实力之外 也有人情事故考量等因素在里面 甚至是否连带有两年后立委选举的考量在里面 副议长林沛祥语代玄机指出 对于大家来讲 各种考量应该都有 今年12月25号都还没到 就讲两年之后的立委选举 我个人觉得太早了一点 而且如果立委选举 不管对各方人马来讲 都是各个市立 各个山头的需要一个参考 需要一个总检讨 或者总体全盘的规划 毕竟不管是这次的政府议长选举 还是未来的立委选举 都是未来至少 我们基隆市政坛八年之间重大的转折 所以我认为每个人 每个市立 每个集团 每个家族 都必须做审慎的考虑 虽然压力大 不过议长蔡旺联和副议长林沛祥两人 还是分别感谢七土区 以及安乐区选民的支持和肯定 让他们都能够高票连任 继续服务相亲好朋友 非常非常地感谢七土 所有的相亲父老们 再次给予我蔡旺联这个机会 能够继续连任 为我们地方继续来打拼 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安乐区的好朋友 再次给佩祥肯定 甚至是更多的肯定 让佩祥的票数能够增长 这表示佩祥这四年之间的努力 不是白费的 那这四年之间的作为是大家肯定的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仁爱区市议员选举结果四位现任议员中 童子伟获得最高票 而争取八年霸的资深议员庄龙青则是意外落马 由前议员曾继颜成功回国 童子伟表示将努力完成对选民的承诺 逐步落实步行程式等证件 让仁爱区以及基隆市都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金融市议员童子伟的卸票车队经过 支持者立即燃放鞭炮欢迎 在这一届投票率较低 且对民进党不利的环境下 争取连任的童子伟不但拿下仁爱区最高票 票数更超过五千票 比上一届增加了一千多票 让童子伟相当感激 只说努力做事一定会被市民看见 首先是非常感激我们乡亲的支持 那我想市民朋友给我更大的责任 那我们就必须加倍的努力来回馈乡亲 这次的选举我们的主轴是支持做事的人 为作为我们选战的主轴 我想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仁爱区的市民朋友 支持做事的人 肯定我们在过去的努力 对于未来的四年任期 童子伟强调将努力落实各项政见 希望不辜负选民的期待 我们下一个四年 我们一定会加倍的努力 把我们的政见一项一项的完成 像我们有提出六大政策的主轴 我们一项一项都会来努力 一步一步的实现 譬如说步行城市 还是我们惠隆市场的振兴等等 委托行也会延续 那我们会把市中心的街道 一步一步的整理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同跟肯定 家乡还是家乡 我想基隆市的选战 我们个人的成功 不代表基隆市一步完全的成功 我们会监督好市府 然后也会认真的做事 让仁爱区的进步 还是让市民持续看得见 这次仁爱区议员选举期强势竞争非常激烈 是为现任议员中挑战八零八的资深议员 庄农青意外落马 上一阶落选的征绩员则顺利回锅 重返金融市议会 记者张气腾基隆报道 在基隆市长选举落败后 隔天立法委员蔡世英 持续全市卸票行程 向所有市民表达感谢 对于市长当选人谢国良强调 要跟他携手合作 蔡世英表示 他将继续做好立法委员工作 为基隆市民争取更多福利 也会协助新的基隆市政府 和中央进行沟通协调 让基隆市继续向前行 拜选隔天 立法委员蔡世英 与夫人坐上竞选宣传车 持续进行谢票行程 蔡世英表示 基隆市民已经做出选择 接下来他会继续做好立委工作 协助新的基隆市政府 与中央沟通协调 适应在立法委任内 长期做了两大工作 除了在立法院的认真问证 所以获得多次的公都盟 比建优秀立委之外 我另外一个重大工作 就是来协助基隆市政府 我想基隆市政府 不论是过去的优商市长 或者会来的谢市长 对我来讲 都是我们基隆市民选出来的 那我当然会来协助 我们的基隆市政府 来帮中央来沟通协调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毕竟我们市民 已经用选票 来选出新的我们的市政 那市盈一定会在这个部分 看颜好角色 那我相信市政府的需要 市政府的需求 就是蔡世英的需要 就是蔡世英的需求 我在这个部分 绝对跟市政府会站在一起 至于在竞选期间提出的 1200元首都通证件 是否继续推动 蔡世英强调 这是基隆市政府的权责 包含电动机车政策在内 他都尊重新市长的看法 因为我的对手 谢国良谢先生 他好像不是认同这个政策 所以我想 因为至少他在选战过程中 他提的观点 跟我的主张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可能 还是以他的政策为主 因为毕竟这个还是落实到地方的需求 那谢国良谢市长 他提的是GoGoro的政策 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要把预算 跟经费发在这个地方 来努力来协助 那我觉得这才是 因为这已经是市民做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没有什么蔡世英说 哪一个政策比较好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因为这都涉及到市融市政府 也有预算编列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说在于 谢市长他已经讲很清楚 他的公共政策的优先 是要推动基隆市民 有GoGoro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是 以这个角度来 尽量的来协助基隆市政府 蔡世英强调选举已经结束 现阶段最重要的事 应该是大家一起努力建设基隆 因此他会尽全力 做好立委该做的工作 协助基隆市政府 让基隆市持续往前迈进 记者张启辰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明日之星舞蹈团2022年公演 以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 文学剧作中的十具家具 设计五马舞动生命宝藏 舞者肢体动作述说低潮彷徨 同时也舞动出如明灯般的心 坚定地指引正确方向 明星舞蹈团 再次荣获金融市结束影音团队 今年我们的主题 我舞序我常序 我们用保罗克赫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其中的十具家具作为我们整个内涵的核心点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受到当中十具家具所带来的生命宝藏的内涵 就像我们现场的整个场部十只羊一样 十个家具做了十个舞座 来感受到牧羊少年的人生哲理 深奥但我们却浅出的传述给我们的现场的观众 就像牧羊少年当他遇到很彷徨的时候 炼金术士告诉他 你的心在哪里 宝藏就在哪里 我们带着我们的舞者 带着我们的观众 进入这句话深刻的意涵 十个家具编成十出舞马 要带给观赏者生命动容 明日之星将故事融入舞蹈 打造一出出舞剧 舞动着丰盛的生命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身心障碍朋友 各项福利服务以及创意作品 建构共荣友善环境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即日起到12月2号为止 特地在要塞司令部 军补库房办理 多元参与共荣共好 身心障碍特展 欢迎市民朋友前往参观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身心障碍朋友 各项福利服务以及创意作品 建构共荣友善环境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即日起到12月2号为止 特立在要塞司令部军补库房办理 多元参与共荣共好身心障碍特展 欢迎市民朋友前往参观 各位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 基隆市政府才刚刚办完2022 国际生心障碍者日的一个活动 那紧接着我们进行到第二阶段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在要塞司令部 我们有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一个成品的一个特展 那保证你们到这个地方来之后 会有全新的体验 看到我们身心障碍者的朋友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杰出的一些技能 还有包括艺术的美感 那我们同时在整个展展区里面 我们也会有包括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一些相关的协会的一个介绍 那同时包括我们的一些CRPD的一个宣导 那我想这个整个一个全新的一个策展 会让我们的市民有耳目一新的一个感觉 那看到他们的好 然后这个这样的一个互动 也是一个多元参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实验跟示范 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育 那诚挚的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来看 为了配合中央推展一国中学区一日照的政策目标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核准全市第九处 中正区第二处的京田日间照顾中心街牌启用 内部特地设置泡茶品名区 以及体感动态电玩活动延缓退化 每天将可以收拖40位失能失智长照2.0服务对象 为了延缓长者继续退化 不但设置有泡茶品名区还有体感动态电玩活动 这是为了配合中央推展一国中学区一日照的政策目标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核准全市第九处 中正区第二处的京田日间照顾中心街牌启用 特别是基隆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有6万8千多人 平均每5位市民就有一位老人 我们目标15家 我们基隆市有15个国中学区 所以我们希望说一去有一个认照 那现在是第九家了 那所以说这个社会处能带努力 希望某个地方还很多 那也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九家看起来是走在路上 才刚走到一半 但事实上呢 这个一棒接着一棒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我们京田这些都过东西 当日可以服务的人数是40人 那当然我们也有提供交通接送的服务 那每天的话 我们原则上就有点类似拖右手的这个概念 早上去把老人家接来这边 然后我们给他丰富的课程 然后还有基本的生命真相 我的测量 还有这些去对他健康的一个把关和检测 然后随时做一个回报 然后晚上的话 我再把他请我们的交通接送 再把他送回去我们长辈的家里这样 而中正区老年人口数有1400多人 全是7个行政区中 老年人口比例第二高的行政区 而京田日照中心的启用 每天将可以收拖40位失能失智 长照2.0服务对象 也受到议员们高度肯定 刚刚处长说 金融市紧将明年超过20% 那仁爱区是第一名 超高龄社会第一名的区域 仁爱区是最早的一个区域 中正区排第二 所以第一时下应该放仁爱区优先了 拜托大家 那也非常恭喜 只有也恭喜我们这个 民间照顾的业者 未来我们游染区的第二间 也可以比照这个模式 然后跟松明的模式一起来 就是再来把它那个成立下去 因为其实现在各项部长所提的 现在已经20%的人口是 这个65岁当长辈 然后我们主要路上 五个就有一个是长辈 市民朋友如果有 长照2.0各项服务需求 都可以拨打 长照专线1966恰询了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是医生也是画家 卫福部基隆医院内科医务秘书 也是胸腔内科主任的蔡富顺医生 学习油画多年 画作笔触细腻 情感丰富 在高升卫生福利部任职的 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邀请下 特地在基隆医院院史一文走廊 展出油画创作个展 希望让大家看见油画之美 是医生也是画家 卫福部基隆医院内科医务秘书 也是胸腔内科主任的蔡富顺医师 亲自导览自己展出的 14幅油画画作 在基隆医院服务将近35年 学习油画近20年 画作笔触细腻情感丰富 在高升卫生福利部的 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邀请下 特地在基隆医院院史一文走廊 展出油画创作个展 希望让大家看见油画之美 也看见蔡富顺医师 在专业医术之外 深厚的人文素养 范骨是她生命力的创作 其实蔡依密我觉得 这一段时间 她其实画都已经挂了 让我在我的脑海里面 显出的不是那个穿着比基尼 在和海边的美女 或是正在哺乳 那个英海的母亲 其实我是看到她 就是在这一段的画作 五年前跟今天所看到的 就不一样 其实表示她生命的历练又更上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 一个提炼或甚至她淬炼 那其实画作的重要性 就是在这个 这刚才的院长所讲 就是说旧艺术的呈现 然后把你 不管你目前经历的一些 日常生活是什么的苦难 或者说挫折 那经由这些画作 就是能够提升 自己的一些民心的层面 那这也是画出了一些责任 那也是画出了一些使命 这项画展即日其展出 到明年一月底为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而林庆峰院长高升卫福部后 基东医院院长由卫福部 衣服会副执行长 林三琦接任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台湾的石斑鱼遭到中国禁止进口 行政院推出班班吃石斑的计划 补助基隆市政府一千万元 让国中小学的营养午餐 明年一月前可以吃到四次石斑鱼 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 前往深美国小和百位学生 来一场午餐约会 小朋友吃到肉质Q弹的国产石斑 大赞好美味 中午方范时间 小朋友拿了餐盘排队打菜 看看营养午餐的菜色 除了有绿色蔬菜 还有这一道香味扑鼻的石斑鱼 金针石斑保留了鲜味 一咬下口Q嫩弹牙 小朋友吃了好喜欢 就是味道不会很重 跟平常菜色不一样 就是吃起来不会那么担当 因为还有多加菜色 然后这一次我们吃就是一颗 一颗一颗的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不一样 而且它有菜 因为这种很高级的鱼 在家里的食物太大 所以我在学校才不吃 因应中国禁止台湾石斑鱼输入 约束补助1000万元 让金融市56间学校 28000名学生 在明年1月前 可以吃到4次的石斑鱼 副市长林永发 在教育处长及产发处长的陪同下 特别到深美国小 和小朋友来个午餐约会 一起享用石斑鱼 为了推广我们的食材 龙胆石斑鱼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也是我们吃鱼教育里面很重要的 刚才也有特别介绍过 在今年我们配合整个政策 我们让学生在这个学期 能够有4次的龙胆石斑的一个家菜 那我们也希望学生们在吃鱼的时候 也能够了解鱼的生态习性 那希望他们吃得愉快 营养午餐里面有加一道这个石斑鱼 那这个石斑鱼相当的营养也健康 那我们产发处这边 又配合教育处跟学校 那跟农委这边来做接洽 那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多吃我们在台湾当地产的石斑鱼 那吃当地吃在地 说让学生吃石斑鱼 升美国小孩透过课程 让同学们了解石斑鱼的特性 把食鱼教育融入生活 让食鱼文化深耕校园 我们跟产发处一起合作 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个学校都可以开始吃石斑鱼 从现在到学期结束 我们总共会有吃四次的石斑鱼 那在吃石斑鱼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设计一套菜单 那由营养师依照他们的需要 我们搭配料理的方式 然后我们来 让所有的学生能够享用 另外我们在食育的部分 也搭配我们这次食材的部分 来一起进行食育的教育 在烹调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做花了一些巧思 那我们透过烤箱的方式 让鱼肉的原味 能够透过烤箱的方式 让孩子吃到最美味的鱼的料理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每个月 孩子在吃石斑鱼的时候 我们吃到不仅是吃到 不同样式的石斑鱼 那过程当中也能够更理解 整个尤其是汽油环海 怎么样去落实我们食育教育的推动 跟大家能够珍惜这个环境 选在新洛城学校餐厅 举行午餐约会 同学们吃得津津有味 胜服努力让营养午餐菜色 变得更丰富 要把小朋友养得头好壮壮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好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起來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上只能這樣嗎 好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怎麼叫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降 不能降 那就快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都會既然 既然有光 但有機會 可不可以 公佬 不要緊 我們 見